嗯 了解 OK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 那個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羅友威 對 他是新運動挺能訓練中線創辦人 對嗎 對 然後 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他 他滿多訓練選手的經驗 所以 等一下晚你會想要請他分享一下關於這方面的東西 對 那友威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自己 就是你的經歷 然後你的背景 然後你目前著手哪些項目 OK 好 我自己的經歷的話 是那個體育系畢業的 那我原本是籃球專項 對 然後當然球打得普普通通嘛 那就是想辦法讓自己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就做訓練 對 OK 那一開始其實往選手訓練的方向 滿明確的只是當年2011年那個時候 其實還不明確 就是在這個產業裡面這件事情好像還不明確 所以當然還是先做一般的健身教練 然後再看狀況 對 然後一直到後來有機會接觸選手之後 第一個也是先從籃球專項先接觸 就是帶那個大專盃的那個假衣的籃球賽 對 然後到後來有機會接觸到排球 排球也是職業隊台電 然後他們當年也是去報亞運 那時候我也是跟著他們訓練 對 然後到後來隔年亞運的任務結束了 台電的合約也結束了之後 我就被邀請去那個佐訓中心的那個桌球隊 桌球培訓隊 那個時候是奧運培訓隊 對 那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跟著他們 因為奧運延長嘛 所以計畫就一直不斷的延長 然後中間還會接幾個零散的選手啦 像比如說因為在佐訓的關係 就也有接觸到我們的自行車選手 那個女選手黃庭音 對 然後也有零散 像高爾夫是一個青少年的選手 對 他是國中的 大概後來就比較把走向定下來 就是做選手的訓練 運動員 甚至到有一些民眾他覺得自己想要對運動的表現有提升 OK 也會比較往我這個方向來找 對 所以大致上的經驗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論項目的經驗的話 就是從籃球 排球 桌球 自行車 然後高爾夫球 那棒球就是有休賽季的時候 有高雄在地的選手也有 那時候是富邦的兩個投手 二線的投手 然後也有過來做調整 所以大概接觸過的項目就這些 而且 那項目很多 而且經驗蠻豐富的 對啊 就是這類 不過這裡面你會發現少一種族群 就是需要晉升對戰的 對對 裡面最接近的 就是比較屬於有身體接觸的運動 大概只有籃球 所以像是格鬥那一類的 那個就剛好都沒有 沒有那一塊 是剛好都沒有嗎 還是其實你自己也沒有特別想要接觸 我沒有特別受限制說自己要接觸哪一種項目的選手 因為我覺得從我學到的東西裡面 你接觸一個項目 除了像我自己原本就熟悉的籃球專項之外 其實每個項目也是花時間去研究一下這個運動 它的內容 它的組成 像我的習慣來講的話 我像我第一次接排球賽 我雖然是個會打排球的人 但是對比賽來講 選手的狀態什麼的 幾乎就是要從零開始 我就跟著他們訓練 看他們 因為我們是體訓師嘛 他們其實在做技術訓練的時候 我們其實實際上不能幹什麼 頂多就是幫忙帶熱身那一些東西 但是就是一直看他們練 你才會知道說原來有很多東西 你書上的分析是一回事 那你實際看著他們打球比賽運動 再聽他們的想法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當然如果他們講到的東西 跟你觀察到的東西 還有你學校跟書上學到的東西 剛好match在一起的話 那至少那個點就會被我確定起來 是一定要做的方向 就是主要嘛 ok 因為三個方向都一致 然後接下來就是次要 然後再第三個就是 又主要次要之後 第三個就是 你覺得他可能在這裡面有一點影響力 可是你還找不到太多的明確的關係 就會是屬於試試看的部分 所以我就會把訓練內容分成主要次要試試看 每個項目都會這樣 像桌球我因為接了奧陪隊 這應該是等級最高的一次球隊 就是奧陪隊 然後那時候 那桌球剛好又是離我 我最不熟最不熟最不熟的運動 而且可以老實講 是我大學一直也 完全沒有接觸過 我們在大學因為體育系幾乎所有運動都要接觸 可是桌球剛好是我裡面分數最低也是最不喜歡的運動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必須要一直看影片 我那時候大概每天回家都在看比賽影片 然後就了解一下世界的概況 可以最強的就是中國、日本、韓國、台灣也在前幾名 然後就來比較一下選手的一些特性跟差異 看比賽內容 老實講那陣子看比賽的量很大 就是YouTube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然後現場也看選手他們做技術訓練 大致上是這樣子 所以我沒有受限就是說我一定什麼項目不接什麼項目不接 而是去了 因為我覺得基本的就是學理知識在那邊的話 剩下就是去研究 有的項目可能跟你真的距離比較遠 像我剛說的桌球 就因為真的離我比較遠的時候 就是要花的時間就要比較多 對 像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點就是 你接到不熟的商務 或是基本上 我猜你應該是每個項目都會花時間去看 那個項目的比賽 對吧 對,尤其是越不熟的越要看 對 然後像你剛剛提到這點 我大概兩三年前去美國Exos的時候 然後我問他們那邊的體年家人 他們都說 對他們 就是他們會花 因為他們接很多像是棒球 美式足球籃球 說 我會問他們說他們怎麼去幫這些選手安排不同的選手 他們說 對他們來說他們最重要的是要花時間去看比賽 去看不同選手的movement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是其實蠻多有經驗的體能家人都會提到這件事情 對 但這個可以額外提一點就是 其實這個我們的角度來想這件事情會非常的合理 但是我必須老實講就是台灣的環境狀況來講 技術教練其實會有一種排他性蠻重的就是 你不是這個項目出身的 我覺得你在帶這個方面的訓練 他就一直會 他有一個主觀意識就會覺得你少一塊 對 這個我 很有感 對對對 那我覺得 你就是要 所以才要更花時間去看 然後比如說 他可以開始 他開始發現奇怪 他講的東西其實你可以回應的時候 比如說尤其是他講技術面的東西 可以回應的時候他會比較願意說 好像你也沒有想像中的不懂 可是那個真的需要很大的時間來破除 因為我在溝通的過程中 其實有時候一定溝通會有順利跟不順利的時候 不順利的點常常就會被人家說的放大絕 就是他就跟你說 你又不是玩這個項目的 你不太了解 對對對 但是這個概念 可是我覺得我相信你應該就是花這麼多時間 從教練信任到不信任 到真的信任你 把選手可以很放心的交給你 你應該會蠻有成就感的吧 對啊 那一定會啊 就是你說你會看到選手比較願意 找你討論事情 也不要說他說喜不喜歡的訓練 因為其實你說選手都喜歡訓練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 但是他會願意找你討論訓練有關的事情 因為他知道他一定得訓練 那他至少會願意跟你討論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OK 很有就是成就感是在這個部分 因為教練找你討論 這是他的職責 然後 那你當然也可以看他 如果討論跟你討論變得比較熱衷 OK 那你也是會有成就感也是OK 對 好 那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上次你有接羽球 桌球 籃球還有排球 很多不同的項目 那你覺得好我們 我專 我找像是羽球桌球 還有籃球跟排球好了 嗯 對 那這幾個項目裡面有沒有什麼是 就是你覺得在訓練上 他們的movement上面 有沒有什麼是比較一樣的 然後有沒有什麼是比較不同的 他們譬如說移動的movement啊 之類的 你覺得相同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先講隔網的 我們把排球這個運動 他雖然也是隔網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性質 跟這種隔網 然後有道具的運動 剛好不一樣 所以我先把它分開 那我就先講羽球跟桌球 嗯 因為羽球跟桌球來講 最直接的就是場地的差異 所以場地的差異會造就他們在移動上面的方式 會不太一樣 嗯 像比如說我們說桌球的側 桌球的橫移 桌球橫移狀況 非常地多 OK 前後的狀況幾乎少之又少 大概一場比賽三層以內 前後 OK 然後 但是羽球的話呢 他基本上是幾乎不是55 55 而且尤其是有一些人的打法的關係 他甚至在場上都是一直在對角線在跑 對 他的移動距離是最遠的 所以他必須要橫移在直線加速 或是先直線加速再橫移 OK 那桌球大部分是一次性移動 但最快 嗯 那羽球可能必須要分次分次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可能要先橫再直才有辦法到那個位置 對 那也有可能先直再橫才可以應對球 對 那這兩個狀況就會差很多 所以 嗯 對於 羽球跟桌球的動作 最大差一點就是這兩個 OK 一個是一次性 非常短時間的一次性 然後他是有很多個一次性 很多個一次性就是桌球 對 而且他們的動作 你可以想像幾乎是兩腳 幾乎會同時同時移動 OK 你說像可能羽球還會有所謂的分部移動 就是我先前腳再後腳 或是我先後腳再前腳 可是桌球幾乎這個 因為這時間太短了 他們幾乎在技術上面會變成不得不同時 對 OK 所以在設計動作上面的時候 也會去設計這個方面 那如果是籃球跟桌球呢 大概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因為籃球 他的前面是有一個人要給你應對 所以必須應對防守 應對進攻 OK 所以他在強調第一步的加速度這件事情 會比排球來得明顯 會比排球來得明顯 因為排球的那個時間 OK 雖然也是很急 但是他是可以爭取的 比如說你的球 對上的技術 你可以修正 讓球的空間比較夠 然後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個比較好的情況下去 調整自己的腳步 OK 所以他跟籃球的節奏就會不一樣 OK 大概這樣子 但是他們對於跳躍的需求程度也會不一樣 像排球選手 一場比賽下來 我們的經驗就是有裝那個記錄器在身上的時候 一場比賽我們一個副攻守 然後一個副攻守他一場比賽下來跳兩百多次 就是有高度的 那種小跳他就不計算了 就有高度的次數他居然要跳超過兩百多次 那個量會差很多 可是一個籃球選手一場比賽跳到一定高度的那種比例 就跟他們比可能低於五成 低於五成 對 你如果去拿Sensor來做的話 但是他們直線加速的次數就會非常的多 對 然後這就會構成他們不一樣 那像你剛剛說籃球跟排球 他的對跳躍的需求會不一樣 那像是這個點 讓你 假設今天是一個籃球隊跟一個排球隊 你的訓練會有什麼調整 訓練的調整 因為從比賽的量你就會知道 他們在訓練中的量一定是遠超過這個 嗯 OK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一個思考邏輯 就是因為都是同一個身體在使用 所以雖然排球對跳很注重 但是你是在訓練上面 最不能在上面增加 符合增加 增加量不能增加他的符合量 那是一件事情 因為你會跟他 你會在他原本的訓練上面 就再累積更多的量 那有可能他成效出來的人 可能會少於受傷的人 就是受傷 累積受傷風險的人 可能會比有成效的人更多 對 那籃球的話相對之下 可以比他安排比較多的 那如果是說論跳躍這個部分能力 我們從訓練的角度來看 我們都沒有問題增加發力率 增加超發力的訓練 可能是舉重的衍生式 變化式 甚至就是跳躍的動作教學 動作訓練 OK 這種方式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他的兩個最大的差別 我覺得就是控制他的那個總訓練量 對 對 那像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跳躍的動作 像我在看排球跟籃球的在跳躍這個動作上 其實有蠻大的不同 對啊 那像是這兩個跳躍的動作 你會怎麼去 你怎麼去分 然後怎麼去調 就是他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想籃球裡面 他幾乎是 他有所謂的並步雙腳跳 原地雙腳跳 OK 跟跨步跳 那他的這個三個比例 是照位置照任務去區分的 OK 像比如說他有可能有一些選手 需要做那種 所以就是被飛 就是跳過去的這種 跨步飛過去的那種 他就比較像 比較像籃球的上籃 這種動作 OK 那大部分的主攻手 還有中間手那種的 他們就很常需要做並步 雙腳跳 或是原地雙腳跳 尤其是中間手 OK 中間手他幾乎就是常常 就是我是定點 然後就要往上跳 OK 那這件事情跟籃球很像 但是在籃球這件事情上面 單腳 OK 跨步跳的比例 其實比較高 比較高 OK 那原地雙腳跳的這個任務 大部分只會落在 籃球來講的話 就是落在4號5號球員身上 比較常出現這個現象 OK 但是他們因為也是一個 一般籃球員 所以他們也是要去做這個跨步 可能他需要上籃 或是什麼 對 所以兩個的組成大概是這樣 你如果論比例來講的話 就是排球的並步雙腳跳的比例最 比籃球高很多 然後籃球的話就是跨步跳的比例會高很多 那像這樣子啊 你會去分別去教他們跳的技術嗎 還是其實不會 因為這個跳的技術是這樣講 就是如果單純只要跳 不要做任何事的話 OK也許我會 也許我會 但是因為他們在跳的過程中 其實都是掺雜著專項技術 OK 所以他那個跳 是為了要把這個專項技術發揮出來而做 所以我去給他一個跳躍技術 其實不那麼理想 但是我可以說 不管你是怎麼跳上去 你都要掉下來 對 那我們對於落地技術這件事情 我們會 給他的身體建立比較好的本體感覺 我覺得要關注在這一點 因為 你去關注跳的技術這件事情 除非他今天比賽的內容就是跳 我就是單純要跳高 比誰跳得高 那OK啊 你把技術變好了 就沒問題 或是你就是灌籃大賽 對不對 就想辦法跳得越高 你可以做越多動作 嗯嗯 對 那你就是修正一下跳 一些跳的細節 對 要不然的話 我自己是不太會一直去加所謂的跳躍技術 應該這樣講 如果這個跳躍技術 對他的訓練內容 是有影響的 嗯 OK 比如說他這個訓練內容是跳箱 或是負重蹲跳 可是他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明顯做出來的事情是不好的 而且是在這件事情上面做跳躍這件事情不好 那我才在這個時候教 跟這個時候修正 嗯嗯 對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以好的落地為前提 對吧 對所以因為不管跳再高都要落地 那落地的能力一定是很重要的 你落地能力不好 你有可能你就會 沒辦法繼續做後面的事情 對啊 先不論受傷的話 因為受傷是長期累積的 對 而且他變數很多 那有可能就是不好的落地機制 就是你基本上你要重新再發發揮力量 本來就會比較出於劣勢 對 嗯 而且我覺得就是就我們在接觸選手來說 其實 就是 教練給我們的訓練時間其實本來就沒有那麼 多 啊很多時候我們可能要處理很多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能時間 就把像你剛剛講的 把最重要先擺在前面 那跳躍技術可能 就擺在稍微後面一點 我們可如果真的有時間才會去做 對吧 啊只是通常你可能處理他 很放鬆 哪邊放鬆 或是他今天 哪個動作 欸做的沒有那麼好 我們就要花很多時間了 對啊 就是 實際上的現象就是這樣子 嗯 因為不要說我們啦 我們必須講 如果今天一個隊裡面 有技術教練 也有體能教練 也有不拉不拉的話 嗯 大家都在搶時間 其實大家都 應該在自己的時間裡面 去做CP值相對高的事情 對 對 那我們只是比較容易碰到的現況是 呃 因為 總教練他的權力 是最高 然後他 同時可以掌控的東西 比較多 那他就會 時間的分配的權力就會比較高 嗯 OK 我們主要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你剛剛這回答沒有提到 就是像 我們要在 因為一個球隊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那 他其實每個人要盡量在自己的時間裡面把 去挑選CP值最高 或是 那個最有效率的東西去把它訓練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蠻好的 對 對 那 你 我剛 我還有想要問就是像 羽球跟桌球啊 他 嗯 跟一般我們訓練的項目其實比較不一樣嘛 對不對 像是一般比較 嗯 我想這樣應該是不會人不高下 可是就像比較受歡迎的籃球啊 或是排球 他其實相較那個差別比較大 對 那像這個東西啊 你的 嗯 你是怎麼訓練他們的movement 對 比如說他的側向移動 你會特別注重什麼東西 比如像 呃 像假設像 我之前在Exos學到的是Cross Over 或是Shuffle 那 他有沒有什麼不同 然後你是怎麼去訓練他的加速減速的 有 因為他不是 他不是直線嘛 嗯 所以你是怎麼去訓練他的加速減速 OK 好其實動作模式 你剛剛說 Exos裡面提到的那個Shuffle 跟Cross Over 這個動作其實 我都一直有擺在這兩個類型的選手裡面 嗯 嗯 然後我除了這件事情裡面 呃之外 就是這個是一個動作學習 也就是說 嗯 跟剛剛前面講的跳躍的方式是一樣 嗯 你在這件事情上面做出來的 其實是要先想辦法讓自己停住 而不是先想想辦法讓自己發力 所以我們會關注在前面動作做對 技術對的情況底下 你能不能在讓我看到落地的時候 是OK的 是好的動作 是我想要的那個動作模式 嗯 比如說OK 我們的Shuffle Shuffle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是 外側重心 嗯 外側腳 外側腳重心 然後外側移動 就是比如說你重心在右腳 可是你又要直接往右邊移動 嗯 喔這個在桌球裡面很多喔 因為 他如果要重心轉到左腳再跨過去 他根本來不及 太慢 所以他們很多都是 重心外側腳 同時向外側移動 嗯 OK 可是羽球呢 他會比較多的機會 他們可以用所謂的並步的方式 他們就可以 對 因為他距離範圍比較大 剛剛前面那個重心同側 往同側移動 這件事情速度很快 可是他的距離沒辦法很大 對 OK 那如果你是說重心內側腳 往外側移動 這樣子的方式 他的速度會比前一個慢 可是移動範圍可以擴大很多 OK 那你就針對羽球跟桌球最大的差點 就在這裡 就是羽球 就比較不會一直叫他練習 所謂的重心同側 往同側移動 嗯 這個動作就會很少 但是桌球這個就會強調很多 我就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然後 那 兩個對於落地的反應來講的話 我們說桌球他所有的動作都極小極快 嗯 好 那所有的運動員在地面上 除了游泳運動員之外 游泳跟自行車這種 就是這種腳不在地面上的運動之外 大家的腳都是接觸地面的 那接觸地面的第一個環節 就會是我們的腳掌跟腳踝 嗯 OK 那腳掌跟腳踝他具備的能力 就會很重要 那在快速的反應底下 就會要求把關節的進度跟韌性做出來 嗯 OK 那排這個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要求 像剛剛的基本的動作模式練習之下 可以再去要求所謂的二次反應 二次反應就是增加進度 嗯 比如說我今天重心同側 同側移動完了之後 馬上用最快的速度跳回原點 或是再做一個快速的動作 嗯 像我很常請他們做的動作就是 重心同側移動 然後人 掉過去之後 雙腳同時著地 OK 然後再做一個快速的轉向回來 嗯 OK 這種模式去強化他的第一個腳踝的進度 第二個他整個神經對於這個快速動作的反應 嗯 OK 所以他們的動作我大概就是會從這個點去下手 嗯 好 那像你剛剛提到 呃 落地它是應該是 是不是人家說離心 比如要側上一種離心的煞車呢 是嗎 對 在肌肉的 在肌力的特質上面它是屬於離心肌力 嗯 嗯 練技術 遇到一個門檻 我們說 對應 越高階的選手 嗯 其實我們雖然知道肌力是很多東西的基礎 所以各種基地特質只要發揮得起來是好的 可是我們在選手身上 呃 尤其是在台灣的選手身上 嗯 有時候很需要急站力 所以你必須先把他身體的 還沒發揮出來的能力先想辦法發揮出來 嗯 OK 而不是一直告訴他說 OK你要就是要把什麼東西再累積更多再去 對 可是不好意思 他今天已經每天都要用到這件事情了 對 你在等他去累積的話 其實 呃 時間來講會不太夠 那我們從訓練的角度來看 你應該先讓他先把現有的能力先發揮到最好 嗯 嗯 OK 所以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發現 他如果已經遇到了他現有 也就是短期這些事情的能力上行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去轉向告訴他說 差不多了這個天花板我們已經很接近了 嗯 你再下去你只會花更多時間 但是取得的進步很微小 那我們可能要開始往關鍵就是我發現你這個地方上不去的點一直是你吸收衝擊這件事情不好 嗯 而且是在這種這種角度下的吸收衝擊可能不理想 嗯 OK 那我就要轉過來在這方面的激勵特質上面去下手 嗯 嗯 嗯 好 那關於剛剛你的我想要再更關於剛剛你的回答我想要再更深入一點點 就是因為你剛剛說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選手 我們台灣的選手他其實很多時候會有可能會有很多的比賽嘛 所以他就變成說你他必須隨時保持在最佳狀態 那其實這跟我們平常比如說在課本裡面學到的其實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那關於這個你可不可以就是請你講解比較細一點就是真的在食物面操作的時候啊 你的課程是應該說你的訓練是怎麼安排可能多久你要調整你 嗯 一堂課或是比如說這個禮拜到下禮拜或是兩個禮拜可能三個禮拜的長度 你就要調整你訓練的目標或是你訓練的重心大概多久的時間然後你 你會怎麼去判斷什麼時候該調整 我自己會 我的問題 不好意思 好 我有聽懂你的意思就是 在我們的現況裡面 嗯 我通常會怎麼去做調整 那 嗯 我這中間遇到第一次衝擊 其實我第一次接的那個籃球的那個假衣小隊的時候其實最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離賽季剛結束前一個賽季而已 嗯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最輕鬆我們就是按部就班來 嗯 那後來中間就是到接亞運那個時候是最可怕就是 嗯 他突然把選手招訓進去跟你說大概不到四個月後就要比亞運了 嗯 然後在那之前跟中間他們所有的選手都還在比所謂的企業聯賽 嗯 也就是說他們的比賽跟他們這個所謂的很高層級的比賽之間 嗯 只有距離其實兩個兩個月左右 嗯 OK 這招訓期非常的短 然後又有其他的外務干擾 好 那時候我要想出來的調整方式就是 我要把所有單位縮小 我可能本來要四個小周期就是一個月可能我才調整 這樣不可能來得及 再把它之後再把它減半變兩周 OK好 那兩周之間的話我要做什麼調整 第一個要先設定一個Bestline 就是我這個Bestline 比如說我看到他發生某件事情 嗯 我這件事這個東西就要變 往上變或往下變 嗯 因為他的Bestline要設定在那邊 嗯 所以大部分我後來習慣的方式連現在桌球 我都會抓大概兩周 那當然後來比較狀況比較特別是因為疫情 所以整個訓練期拉很長 我後來又變回四周 嗯 要不然在那個時候很接近那個2020的奧運的那個時候 嗯 其實都是一直維持在兩周調整 兩周調整 兩周調整 但我的調整方式會這樣子就是 嗯 他會有一個重疊性 我們先講假設有前面有四個元素好了 那我一調整一定是可能拿掉其中兩個元素 嗯 替換了替換兩個元素 嗯 OK 然後再加一個新的元素下去 再加一個新的元素下去 讓他變成可能原本的四個或是再 或是五個 嗯 OK 那這個所謂新加進去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要試試看後面能不能做的事情 OK 那這兩個替換的就是我知道說 他在前面做的這個階段 這兩個舉例來說 可能他的背蹲局已經達到某個程度 嗯 重量達到某個程度 速度達到某個程度 而且是平均整隊的概況 嗯 OK 那我就可以換掉 我可能就可以換成另外一種形式的背蹲局 或是不同的 針對不同技術特質 大概就是這個方式 欸 我就調整一定都是 這個現在很流行吧 滾動式調整是不是 對對對 對 因為他滾動式他一定會一直重疊 蓋到重疊 蓋到重疊 他不會把這四個直接就 直接就換掉變成這四個 對 對 那做調整課表我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你裡面一定要加一個你下一階段想要嘗試的東西 想要試試看的東西都放在裡面 對 那我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應對這個現況 嗯 因為 等於來講這樣子就 反應會比較快 反應會比較快 因為你只替換掉其中幾個嘛 你會發現不對勁的時候 其實你要收回來也很快 對對對 你可以收回來很快 然後 就變成你原本的東西 沒有什麼問題的東西可以繼續做 嗯 對 好 那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譬如說 那像你現在接 我們以 排球 雨球好了 嗯 排球跟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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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任何沒關係你想 不不局限 任何你想 任何項目都可以 就是你在訓練上 譬如說一 一堂 一堂訓練課裡面 可能是一個小時 可能是兩個小時 你的訓練的比例 譬如說movement 然後或是power 然後shank 或是他可能核心 你的訓練比例你會怎麼去安排 怎麼是調整 對 然後或是譬如說快要到 就像你剛剛講 可能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那今天可能剛好 就像你接下來可能 奧運 奧運是幾月 不好意思 奧運7月中之後 對 7月20 7月20 那假設現在是 對 假設現在是7月好了 對 欸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了差不多 現在6月底了 對 對 那你現在的這個比例 你會怎麼去調整 現在這個比例來講的話 跟爆發跟速度有關的東西 會比較多 然後你說剛剛那個movement的東西 就會 因為前面已經建立了很多東西 不要同 這次我帶桌球隊有個特性就是 我發現他們對於所謂的動作訓練這件事情的認知度有點低 就是很低幾乎沒有 他們說做過可能有些時候有做過 可是他們沒有一直長期性的在做 所以我就變成那段時期 疫情開始延長了這段時期的時候 一直加進去到現在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建立起來之後 我可以在movement這件事情加入進階的元素 OK 那現在在movement上面就會有很多這個進階的元素 然後速度 那激勵的話 這段時期你要去強調說他要很大幅度提升 沒有 所以他的比例只要抓在能夠維持住 維持住就好了 OK 那所以大概爆發 比如說你說三個這樣子比例 我們把它切成三本份的話 大概power現在會佔大概六層到七層 六層左右 六層到七層 然後movement的部分大概就會佔兩層到三層 剩下的一層的比例就是肌力能夠維持 因為我們說我們從訓練生理來講 我們知道肌力的延續效益比較長 可以很長 你只要強度有做到的話延續效益可以很長 OK 那我就不擔心 我只要在這兩週兩週兩週做滾動調整的這個階段 如果我去抓有維持住這個肌力就可以 對 對 那我就是把比重就放在後面那個部分 嗯 好 那你剛剛說power的部分啊 或爆發的部分 你會抓大概六層到七層嘛 對不對 對 對 那這個東西你會用什麼樣的動作嗎 或是什麼樣的訓練去練你剛剛說的power 如果是桌球選手或是羽球 不好意思 像桌球選手來講的話我們的選擇就會比較多 嗯 靜止狀態然後存向性的那種爆發 嗯 就會比較偏 OK 所以如果以我們訓練的人比較熟悉的項目內容來講的話 有兩種測驗項目嘛跟爆發有關的系列那個 Counter Movement Jump跟Squad Jump 他們就會比較偏Squad Jump的形式去訓練 對 會對他們來講比較有明顯的幫助 所以我在訓練的動作上面我也會盡量選擇這件事情 然後同時對應我的眼前的族群 他們可能一直以來對於槓鈴的操作技術都沒有真正被長期建立起來 所以排動作的時候要盡量去讓挑選動作的學習曲線不要這麼高的 比如說如果每個人都要能夠學到什麼Hand Hull Clean 還有Snatch這種東西 他OK他很好 但是學習曲線很高 對 那為什麼不乾脆就是做架上的可能就是 那種Power Proof 就是或是用六角槓 OK就直接做Static Proof 就是做這種 對啊 這種形式只要能夠強調讓他把速度跟力量發揮出來的動作就可以 所以我最常讓他們用的大概就是用六角槓 然後把高度變高 做一個比較高的高度 OK 大概就跟我們中腿拉的位置差不多在低一點點 再低一點點 然後就直接讓他們做 就是那個像爆發手間那種感覺 OK 既安全又快速 然後對他們來講動作模式又不太需要重新熟悉 對 對 對 那我剩下我需要的部分就只要專注在課表的管控 那如果是羽球呢 羽球呢 羽球的話就會有比較多了 因為羽球裡面其實有很重要的元素是他有跳 嗯 它有很多的跳沙 嗯 桌球有跳沙 這是那個大概可能十年出現一次 十年出現一次 OK 羽球有很多啦 所以他們對於兩種爆發模式都要 對兩種爆發模式都要 所以他們就會做 一樣如果學習曲線簡單先做 有效果嘛 OK 好接下來再去增加其他的比如說雅琳的那種 那個Clean或是snatch OK 或是雅琳的push play 這類的動作 學習比較簡單 甚至用delay管來做 因為我們知道元素是快 對 元素主要是快跟爆發 OK 只要有滿足這些元素 動作我都會排下去 嗯 那羽球就會跟桌球比起來 就會比較需要做那個counter的部分 就是反向 他們會比桌球明顯多 嗯 對 好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那像是power的部分啊 你會去練 你會把 比如說像我們說的那種像衝刺的加速度 你會讓他們練加速度這個東西嗎 或是你會把衝刺放到他們訓練的元素裡面嗎 很長 非常長 因為我們就說了 你光是突破學習曲線的話 最直接的就是他不用學就會的東西 對 OK 那衝刺一定是一個好的選項 對 OK 那 嗯 對於衝刺這件事情來講 你可以比如說 對於桌球跟羽球 你們先講其他項目 我幾乎所有項目我都排過衝刺 對 對 OK 只有游泳沒拍過而已 OK 好 那 桌球的話我就可以讓他們距離更短 嗯 OK 距離更短 或是甚至我就在裡面直接加上mooment的元素 嗯 OK 他可能必須要完成某個動作 嗯 進行衝刺 OK 像這樣子的方式 衝刺我幾乎一定會拍 那你說衝刺的動作技術嗎 我會教 OK 我會講幾個關鍵的點 嗯 就是比如說 因為你說要從頭建立像我們學習到的SOS 或是那個MSCA學到的可能加速動作啊 或是那種動作 你要建立起來可以這個要很長的時間 你必須要一直把它就固定排在熱身操或是前面的動作訓練裡面 對 好 那桌球隊已經有被我建立起來 所以算到現在可以看出一點樣子 嗯 OK 可是其他如果沒有這個機會做的話 像那個時候如果只有四個月集訓期 我怎麼可能再讓排球隊再做這件事情 對啊 對啊 一定就是直接針對他現有的能力 嗯 去給幾個提示點 例如說前三步 前三步小快大力 OK 他說的那個攻擊地板 OK我記得好像有這個詞對不對 哈哈 這個好像有點印象 好就是這個印象就是告訴他你關注在前三步 嗯 你會比較好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關注在你的胸口位置 嗯 你想要快速的衝出去的話 你的胸口位置應該要超過你的腳尖 諸如此類的這種提示語 OK 讓他可以把 跑衝刺這件事情 在比較短的時間裡面先抓到幾個重點 對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你回答真的是非常的詳細 謝謝 然後 還有就是 針對 因為籃球應該是比較受歡迎的運動 然後我就所以就 不問他 我針對 桌球還有 桌球還有排球好了 桌球還有排球 他的能量系統你會怎麼去安排 能量系統 兩個能量系統差很多 對 對 我知道 因為我手上還有自行車選手 然後我就知道那個又完全更不一樣 對 然後 排球 那時候我經歷的就是 我們先講我那時候帶到的是女排 然後我看女排的比賽的內容 來回攻防的比例比男生高太多了 因為男生都太暴力了 啾碰棒就沒了 對 啾碰棒就沒了 然後所以基本上 他們一直把爆發力一直拉起來 因為你在練習爆發力的過程中 你爆發耐力不會沒有練到 你只要刻表牌就好了 你會同時建立好的爆發耐力 這樣其實對男排來講還蠻有幫助的 可是女排呢 往乳酸走的方式就會比較多 乳酸耐乳酸的方式就會很明顯 對 因為他們來回波的方式 好 那桌球呢 他的特性就是 看起來好像 因為他的來回實在是太快了 我們說我大概抓平均 就是正常的桌球來回 可能30秒內就結束一次攻防 30秒已經算快了 有的時候發球過去棒棒棒棒 三板 10秒就結束 30秒那種已經是觀眾會歡呼的那種來回波了 所以他們需要關注的點就是 最快的那個速度 但是對他們來講 有一個 因為他要打的局數很多 然後桌球呢 即使到世界級的比賽都有可能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 你 同一天可能要比不止一場比賽 在國內比賽更明顯 你可能早上打一場 中午打一場 然後下午一個莫名其妙的休息五個小時 然後再打最後一場 OK 那你的基本的有氧能力就不能太爛 因為這個會關係到你的恢復效率好不好 對 OK 那你的恢復效率如果不好的話 就是你跟人家花同樣的時間休息 可能是人家已經就是跟喝了蠻牛一樣回來 暗秘就是還是攤在那邊 對 底下有那個直播的觀眾有補充 那個30秒大概就是世界前幾名的那種來回了 對 我說那個是很少見 因為底下那位是我們的學員 然後他也是打桌球的愛好者 30秒真的是一個很長的來回 所以大部分都落在10秒附近 所以就是要快 然後再強調他的恢復力 因為你這麼快這麼短時間的那種無氧系統 做下來你需要有一個好的恢復 對 好的恢復區域 所以其實增加他的恢復力的這種有氧能力 也不能少 但是你就要看放在什麼時期 那我會說這件事情要不要特別練 我通常都是跟教練溝通 就是說我知道他們現在的訓練項目裡面 可能有哪一些比較可以挑戰能量系統的 我就會跟教練講說最近可以排這個 我也不告訴他你今天要排明天要排 我就告訴他你最近就可以排 我通常不太會給他們order 就是我會給他們選擇 對 對 對 可是他不喜歡 那會不會就是你跟他說最近可以排 結果他就瘋狂排 有沒有 好 那個就算這樣子也在預期內 就是我告訴他最近可以排這個的時候 就表示他最近不管有沒有排 因為當然他有排我一定會知道 對 所以他排了我就知道我訓練的內容要怎麼做調整 因為他挑戰大量的能量系統 然後同時也挑戰了大量的身體的恢復力跟衝擊力 對 就是下肢的衝擊啊 這些的 然後還有身體的恢復力 那在我的課表裡面我當然就是 我可能強度維持住之後 我的量要調整 所以那是可預期 我先講我反而可以預期 我沒有先講反而不能預期 對 所以是這樣 講是為了控制我自己的變音變效 對 所以能量系統這件事情 我必須講到現在 比賽期前就是像桌球那個時候 我們在也確定聯賽 然後又確定國內沒有什麼比賽可以打的時候 我們才真的有在做獨立出來做能量系統 不然大部分就是他們隨時就要比賽 隨時就要比賽的時候 其實老實講沒有那個美國時間獨立排能量系統來練 對 浪費時間 你就是跟教練講說 或是跟選手自己講說 你最好這個禮拜的訓練裡面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多球啊 或是那種雙桌打單 雙桌打單桌這種會挑戰能量系統的進去 至少要排一次 OK 我就跟他們這樣子講 然後但是以前在帶籃球那個時候我說 時間很長 我們是真的有獨立 我們會做能量系統 看教練給我的時間 我們有時候能量系統都會放在 休息日的 就是調整日跟休息日的前一次課表 前一次訓練課 對 我大概都會調那個時間來做 因為他們也是學生籃球員嘛 所以有時候時間也是受限 但能給什麼時間就什麼時間 好 了解 回答真的是很詳細 應該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講問完就讓你走了 就是 像現在疫情的影響啊 然後很多事情不確定 那 你自己 或是 新運動體能訓練中心 他未來有什麼規劃嗎 你對你自己或是對新運動體能訓練中心 未來的規劃或是未來的方向 或是你接下來可能有什麼 課程 有要分享給大家嗎 未來展望 那天給我這個 清單 我在想未來展望這件事情 現在很不好講 就是 大家都被疫情打得暈頭轉向 對 那 公司部分我就不講了 就是 好 假設疫情過去真的撐得住 那就讓公司回穩比較重要 OK 回不穩的停損也是一個選擇 OK 這是現實面的說法 那如果是對於自己 來講的話 我覺得 對於選手跟運動員的訓練這一塊 我還想要再更深入的去做 就是 可能比如說 利用這段 像這個時間 疫情時間 就看更比較多的資料 然後 線上去想辦法自己 能夠取得的資源 盡量看盡量聽 OK 甚至把以前的東西拿出來 研究跟複習 就是希望這一塊 可不可以再做下去 那你說未來的話 我希望說 做的這件事情 可以延續到後面 就是 不只有這些 比賽對他們來說是生命的一部分的選手 而是大部分的人 只要他自己對自己有熱愛的運動的人 都還都願意試著去找尋這樣的資源 投入 然後來讓自己訓練 我希望是我以後有機會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可能會像理想中的那個形式就是 我這邊就有一支可能 然後社會的球隊 他們願意集資起來 然後在這個空間 或是找你這個人 然後就大家一起做一些固定的訓練 可能內容強度不會到選手 職業選手 國家隊選手這麼精緻 可是這是他們願意投入 我覺得 未來的展望大概就是往這一塊 應該 從以前到現在想法 想法都沒有變 很熱血耶 大家體育人都要嘛 體育人不熱血 就不會當體育人了 真的 謝謝 謝謝今天你來這邊給我採訪 然後再用你這麼多時間 謝謝 然後也謝謝你回答這麼詳細 我覺得下面的聽眾 或是一些年輕人家 應該會學到蠻多東西的 底下有人問問題 他只是問說現在球隊還可以兩位 對 這個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有講到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他們現在是泡泡模式 就是只進不出 所以之後也知道 我過一陣子也是進去裡面 把陪他們走完 就是到奧運前出去的這段時間 那你會剛去東京嗎 沒有沒有 本來會 但是因為疫情嘛 所以所有的原額 所以所有的原額都要縮減 因為那個防疫成本很高 超高的 所以就進去陪他們 把最後這段時間 先加緊訓練 嗯 謝謝 謝謝 然後希望之後還可以再邀請你上來 謝謝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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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這是有威的訪問 今天晚上9點會有LITAF SPEED GUY LEAD HALF的訪問 好像9點 然後如果凌晨一點大家還沒睡的話 還有Dr.Emily Spickel EBFA的唱詞 OK好謝謝 那有問題可以視訊我 掰掰 那這個結束會放在那個Youtube上面 掰掰